好 前件带您来关心的是 自从徐晓鑫爆料 我们透过捷克捐助乌克兰的 千万美金里头有重重黑幕之后 虽然外交部提告了 但是引发了爆料连锁反应 所以很多媒体人跳出来爆料说 我们的外交 特别是我们的金钱外交 确实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那么爆料者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邀请到一传媒新闻的总编辑 曲美凤 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美凤好久不见 还是青春如席 要请到私人媒体人何启胜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 美凤你爆什么料 我看到在今天媒体特别讲到 你说不及纳法所和我们断交 其实不是因为阿公 是因为我们涉及了洗钱 以及我们的钱被私吞 你说国际组织现在已经在查了 你的证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担忧 就是说我们外交部 汇到国外的这个经费 怎么会进入了这个私人的这个口袋里面 我们先来看这个 你看 在我们先来看这个 当初不及纳法所跟我们断交 其实我们都说是因为阿公 对 我们每次反正就是怪到对岸 这样的理由就是外交部就可以松一口气 那我们来看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内容 你看这是外交部的正式的电报内容公文 然后我们把它截到这个大家 你看我们的制作单位非常认真 这个打黄线 这个就是看到目前呢 亦呢无需不及纳法所呢 外交人员的签署就可以动资这个外交经费 好 对不起 美凤我先插个话 这是我们外交部的电报 对 那你手上怎么会有外交部的电报 外交部的所有的外交人员都有啊 所有的人员都有啊 但是阿诚是不是机密 你会不会对外交部告 因为他被公开的 他那是电报 电报是可以公布的 因为他不是签约啊 好 因为现在外交部很忙 到处在告人 上面没有密等啊 没有密等字样啊 没有密等字样 所以没有密等字样 对 因为这是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那这个电报呢是说 上面有写 目前无需不方认愿 不需要布吉纳法所的人签署就可以动资 首先我们外交部汇到国外的外交经费 你想想看 既然是外交经费 它就必须要有当地外交国的正式的收款 然后正式的核定 核可 然后要有外交人员 布吉纳法所的外交人员 才可以领取 如果又是台湾的钱汇到当地 又是台湾人拿走 你没感觉 我们老百姓会很担忧吗 然后呢 我们就发觉呢 这件事情呢 竟然在布吉纳法所呢 行之有年 然后呢 最后 这个布吉纳法所的这个钱呢 进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拿走或者是口袋呢 好像呢 也不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在当地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还会这样的处理 这样子一直这么多年呢 我们就非常好奇 那我们就发觉说呢 那首先我们就觉得 外交部自己查外交部 我们希望它是公正的 如果查不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用爱格蒙国际组织 来查 因为爱格蒙国际组织呢 首先 如果真的没问题 给我们大家一个清白 那我们就觉得 外交部长吴钊燮是不是 这个他下面的人 做了错事吴钊燮 那个自己来背 那我们也要这个来澄清 然后我们再正式的 来提给爱格蒙国际洗钱的调查组织呢 我们正式提给爱格蒙 然后当然呢 这个内容呢 这个也非常清楚 然后呢 爱格蒙在正式收了之后呢 给我们正式的回文 给我们正式的回文 你看这边有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在这边 非常的 那回文是现在已经要立案调查了吗 你看 正式的回文 他们就说呢 会有专门人员呢 跟我们做详细的联系 counter you very soon 所以呢 在爱格蒙国际洗钱调查组织 我们知道在国际非常有名 是 那么台湾的这个外交部人 有问题就要查清楚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到底为什么会 台湾的钱汇到国外 又台湾人拿走 然后这个钱呢 还不是台湾钱 这个钱还是外交钱 还是给布吉纳法所的 一个源外经费 你知道我们呢 在布吉纳法所 当地我们有非常多的专案 不管是农耕 科技支持 或当地的建设 或者是水 或者是这个外交的这个连结 或未来关系的发展 甚至有布吉纳法所 要支持台湾走向国际社会 或者是卫生组织 你看牵涉到台湾的生命安全 财产安全 跟人民的未来的 甚至国际组织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也需要这些 友邦的发声跟力挺 结果你钱没有进到人家口袋 人家就不会帮你来主张 国际应有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台湾 失去了应有的这个权益 跟可能性的发展空间 最后大家在断交的时候 2018年5月24号断交 一断交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非常惊恐 然后外交部立刻就一句话 来堵住我们悠悠之口 就说反而对岸害的 就对岸害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要还原本真 你公开讲说 你要援助布锦纳法所 但是你的经费 并没有援助到布锦纳法所 而且还在公文里面讲说 这个钱不需要布锦纳法所 外交人员的签署就可以拿走 那你是不是上下交商力 内神通外轨 进行国际会对外交经费的 可能性洗钱 我们请爱格蒙来调查 好 但梅峰我几个问题想请教 好的 我们现在有掌握到 你有掌握到一个外交部的电报 说我们给他们的钱 其实不需要 他们签署就可以动职了 但我们再回到新闻 但你刚刚特别指控 你说我们的钱 可能进到我们自己人的口袋 甚至有可能涉及到洗钱 我们现在只能证明 钱他们不需要签署 但你有任何证据 显示钱到我们自己人的口袋吗 因为照外交部的说法 照外交部的说法 钱是先汇到我们布锦纳法所 当地我们自己的账户 然后再进到一个 我们跟布锦纳法所 共同开立的账户 也就是钱是有进到 我们跟布锦纳法所 共同开立的账户 那既然是共同开立的账户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他们或我们 共同的账是没有办法领出来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去证明说 这个钱是到我们自己人的口袋呢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重点 所以我下次就要公布 所以你手上有 对 到底是谁签的名 谁拿走 然后那个签名 我还可以把那个签名的公布 所以今天不能报 那今天我就会 下次有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你手上有证据 显示这个钱是到私人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先用爱格蒙来查 那首先我给外交部一个机会 对不对 我让他怎么回应 怎么讲 然后够不够诚恳 有没有很非常开诚布公 很阳光的来面对我们台湾老百姓 以及我们所有 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 都有关心的权利 对不对 那我们要给外交部一个机会 那外交部他怎么答 我们就怎么验证 美风果然是资深媒体人 知道这个爆料 要连续巨事的爆料 不能再爆完 因为我们要给外交部一个机会 然后看外交部怎么说 有没有诚意 够不够实在 你再拿出你的证据 来看他到底有没有说话 对不对 给他一步 我们来期待那个更新版 第二集 来问一下启胜 那启胜报了一个料 启胜也报了一个料 回到新闻 启胜怎么说呢 启胜说 我们援助巴拉圭的200万美金 当初是要帮助他们改善当地的住房 就这笔钱呢 没有去帮他们盖房子 跑去干嘛呢 跑去维修总统的飞机 那么再度的透过一些关系员 就是前客 怎么样的跑去维修总统的飞机 又怎么样的到总统的口袋 总之呢 这200万美金呢 搞了半天没有援助当地人 是吗 那启胜的证据又是什么 这个证据说来很妙 刚才制作人还问我 你不会告诉我 你也有更新版 说我怎么知道的 就这么凑巧 巴拉圭是我们在南美 唯一的邦交国 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去看 而且总统佩尼亚 是他其实有点这个勤勒 你知道他说呢 勤勒 他说你晓得中国 有多少压力给我们吗 但是我们还是力挺 台湾 他用的是台湾 好 那这个有这个佩尼亚的 这个说法以后 我就开始上网去找了 就当我不会西班牙文 这个完全Google翻译出来的 好 所以你是找到了当地媒体 当地的媒体 推udible 国инг rép